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方琼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 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 快手号 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 白燕仪老师 欢迎您 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老师 欢迎您 重庆电视台美女主持 柴子璐 欢迎您 好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小时候 每当老师让写爸爸的作文 我都不会写 我出差待几天 你在家听妈妈话 在我的印象中 小时候爸爸忙 我很少能见到他 这个螃蟹来一份 好的 螃蟹来一份 好的 这个鸟背 好的 这个八蛋 好的 这个鱼 这个 这个 虽然平常很少见到他 但是一跟他在一块 那时候我再带了一万块钱 夏天来啊 都起飞了啊 他就跟我说 他以前有多牛 但是有一天我发现 爸爸也没有那么体面 也没有那么富裕 也没有那么富裕 无认识笑的话 你呀在地也别害怕 有过一过错一路的灯塔 我们风做的梦做马 谁呀一样最热烈的灵魂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来吧 让我们有请贝智倩人 父亲李立财 欢迎您 大家好 那个主持人你好 我是来自山东 东营市 叫李立财 嗯 您好 请坐 好 谢谢 这个小片当中 你和儿子 站的距离很远 啊 你们平时的关系怎么样啊 现在 关系挺好 就是 以前吧 互相 不理解 老是感觉他不听话 嗯 你儿子是唱歌的吗 对 儿子唱歌 你觉得唱歌唱的怎么样 挺好 在我们那个东营市是吧 很出名 出去吃个饭干啥的 老多粉丝给打招呼啊 哈哈哈哈 还有给波丹给接了的 嗯 你支持儿子唱歌吗 嗯 以前不大支持 我感觉这个 他唱歌吧 感觉就是 就是一个爱好 嗯 你找个正式工作都好 嗯 不稳定 那您知道 今天儿子为什么 来跟您道歉吗 是以前他在济南 组了一个那个组合嘛 嗯 我跟他说我提醒他 黄雷这心情不可无 最后他说我是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 小雷 跟那个小雷 那个一本 嗯 父子之间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呢 有请今天的志倩人 儿子李茂达 欢迎你 欢迎你 哎呃老师好 这个大家好 我叫李茂达 好帅气啊 啊 平时跟爸爸相处的 关系怎么样 现在还还行 就是挺好的 就是以前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矛盾 嗯 我在济南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人 在一块唱歌的时候 我爸那个时候 老觉得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吧 要跟做生意一样 你提前商量好了 什么呀 或者是你一个合同 什么样的 嗯 我因为我那个时候 比较单纯 然后我就说吧 嗯 兄弟们的感情是第一位的 我说钱不钱呢 无所谓 我那个时候 我记得唱歌之前 还两万的 就是一下子 涨了三万粉丝 这个时候 因为他们粉丝还少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肯定是 心里是有窝洞的 对于我说 你看我突然之间 粉丝涨了那么多了 大家还是那么少 我照顾大家的情绪 嗯 包括我们一开始直播 我从来就是 一块路远直播 我从来都不用 我自己好好直播 就你那个时候 更觉得说 兄弟在一起 哎 情意更重要 情意更重要 所以你不能够理解爸爸 这样伤害你们兄弟之情 对 所以你说出了刚才的那句话 对 你当初怎么跟你爸爸说呢 我说爸你就是一个商人 你就是小人之心 夺人君子之父 啊 就这种感觉 我一想这个事就生气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这种话对你父亲来说算是过分的话吗 哎呦 我就觉得吧 自己觉得不爽 但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嗯 从小到大 你眼中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小时候吧 因为爸爸忙 我老觉得就是一个 厉害过也疯狂过 你那个小片里刚才说了 你小的时候其实很少能够见到他 是吧 嗯 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在我的童年当中 就很少能碰到我爸 我我妈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吃顿饭 小时候可能是到周五 我现在我放学回家了 我从五年级开始就住校了 然后一直到我25岁当兵回来 我才回到家 其实这一段时间 其实都在外面上学 从十岁到二十 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 十五年的时间 对 然后呢我十六岁就去上学了 嗯 然后上学的时候我很矮 我不长个儿 我那时候一米四几 别的跟我同龄的朋友都长得一米七了 我也很纳闷 我也很着急 嗯 然后就导致一个情况 因为我在寄宿学校里面 就是有些孩子会欺负你 嗯 我有的时候 刚上学的时候也会 拿着我爸的照片 在那个 在被窝里 自己 在自己哭 然后 但是小男孩嘛 自己自信心也强 就是八个辈子 别人 白天咱从来不说这事 就晚上回去 我也从来没跟我爸妈说过 嗯 但是那时候 刚才我们看的小片当中说了 那时候写作文 要写我的爸爸 那都不知道该咋写 是吗 对 去写爸爸的时候不知道该咋写 就老是让你写过 就是有的时候写作文 去哪里过游 咱当时可能上学的时候也没有那个条件 我爸没带我去过 我就写了一个我印象中的北京 嗯 然后就写了一个那样的故事 做生意嘛 没有礼拜六礼拜第二 嗯 嗯 在学校住宿的时候你会想家吗 比较早 个子又比较矮 可能会被别人欺负 你那时候知道 他在学校的这种状况吗 五年级了还尿床 那时候不知道 这是 其实第一次听他这么说 我心里挺不得劲的 挺难过的 你那时候做生意嘛 忙 我天天都不着家 我因为妈把他送 为啥送这个学校呢 嗯 自己我一会也不行 他妈妈也没再上过学 福导不了他 你得学了多好啊 嗯 自己我忙忙忙 多挣点钱 等他们大了 嗯 你那时候就其实想着说 让孩子住校 就是能够让他更好的学习 对对 以后将来更有出息 对 考点学校 嗯 不给我是做生意太累了 那后来呢 上大学你学的什么专业啊 二胡 那个时候我就不愿上课了 不愿上课 我就想着 早早步入社会 我现在 我自己 想证明一下自己 我就组了个小乐队 然后我就出于挣钱去了 我小时候以前老听人家 别人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自己挣学费 他也挣生活费 我也想这样 就是我 虽然你的家庭条件挺好 你爸爸会给你生活费 额外的要比别人多 但是你一直觉得 那是爸爸的钱 你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能力来挣钱 对 我想证明一下自己吧 就是觉得 嗯 你儿子还是可以的 我想去自己 去挣点钱 那你组约队就能挣钱了吗 我那个时候还不错啊 一个月吧 那时候虽然不是很多 三四千块钱还是有的 就是自己生活是没问题 然后我们一块去银行里存钱 银行的那个贵员就说 哇你们干什么工作 这么挣钱 这么小年轻的 你看那么年轻 是吧 对对小年轻 那时候别人都还上学了 我们就 我觉得自己挣钱了 我就还觉得蛮开心的 就是挺有成就感 对 但是我记得您说 当初让孩子上寄宿学校 希望孩子能够更好的学习 对吧 这个孩子这个学艺术 您那时候支持他吗 那时候不支持他 您本来想让他学啥吗 他你唱歌 这个给二胡子的东西 音乐我感觉 爱好喜欢 你上个好点大学 有点好点工作多好啊 嗯 他的想法呢 是想让我就是干一个 就是说学个石油啊 在我们那油田嘛 是吧 就按他的路 按部就班的走 为什么他说 他觉得吧 可能这样能帮到我 我去干那个事玩行 嗯 你平常玩行 但是真要是 爱好可以 大学毕业以后干什么了 哎呀 这不是说到 就是说到我老爸 我都有老爸的这个 第二印象了 还有就是有点强势 嗯 他非得让我去当兵去 嗯 我不是反对当兵 其实我自己 从小有一个迷彩梦 但是我讨厌的就是 他给我安排 嗯 他让我去 就是如果是这个事儿 别人找到我来 我自己觉得还可以 但是我老爸突然间 哎你得去当兵讲 但是我就觉得 我不大乐意 其实我不愿去 但是他非得让我去 就是心里不自由的 就开始有一种逆反了 他已经不是你小的时候 崇拜的这个高高在上的 有光环的父亲了 哎 他老按他的方向 去给我指引 这个方向我就很烦气 嗯 这个老爸老得管着 但是那时候 是不是你也得听着呀 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么排斥 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当兵的 但是就是老爸那个时候 也会陪着我去证审 去提解 嗯 然后因为我当时当的是文艺兵 啊 然后我们提前需要考试 呃 去考好几次 然后到最后 呃 也考上了 考上了以后自己 就就去当兵了 其实也多亏了这两年的 不对生活 能够锻炼我自己的 各方面的能力吧 也非常开心 其实这点也是挺感谢老爸的 嗯 那我能问一下吗 这个李大哥您那时候 为什么非要让孩子去当兵呢 我跟他说过 不图的大富大贵的 一家人要平平安安的就行了 他当兵 锻炼锻炼都好 您这个第一次去看儿子 没给他带点东西啊 再来玩老多东西了 这个这个我来说吧 嗯 当兵的时候因为有好几个班嘛 是吧 然后我爸给我带了一大筐橘子 是整个连队上我们班去 去咬橘子拿那个黄脸盘 然后去我们班里挖这个橘子吃 买了多少斤 五六十斤 马上一大筐特别多 导致我们班的战友们 嗯 动不动就问 咱爸啥时候再来啊 我记得有时候过年 我正好路过那个地方嘛 嗯 回老家 拿着拿着东西 一车拉一车东西都给他放下 所以能看得出来 爸爸其实很希望你能够在部队得到这个锻炼的 确实是 嗯 你当了几年兵呢 两年兵 那你爸爸那时候是什么意见呢 他不乐意啊 他还专门跑到部队里去跟我说 就是 不能推啊 跟你聊这个事 跟我聊这个事 是吗 你们怎么量的呀 因为我在济南嘛 不要近 当时他带着我姥姥去看病 然后 在桌子上 我爸就非常的坚决 把那个框子往那一摔 退伍是不行啊 不允许退 这个就说了 说了他不听 您那时候怎么跟他说的呀 一家人也商量 不同意啊 不同意他回来 最后他跟我在家话说 你还想让我找媳妇 你还要儿媳妇 他当时诱惑我 你只要在部队呆着 我给你买了车 我亲自我都在部队呆着 我上哪开车去 是不是啊 他就是诱惑我 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你只要在部队呆着 就是你爸拿车诱惑你 你拿儿媳妇威胁他 对 我说你要是反正想抱孙子 反正是 你只要我在部队呆着 反正我就不接了 你要是来部队找我 你也见不着 但是我知道后来肯定是 你退伍了 我爸妥协了 我爸妥协了 你爸爸妥协了 你说这个我就没妥了 退伍之后 你爸爸对你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我们连队里 就是全程各个地方的 我们需要自己回家 或者是家长来接 我爸来接我的 带着我外甥 带着我姐夫 全程爱达不理 心里还有气呢 有气 不愿理我 包括到家以后 也是不愿理我 不是你这回来 不是说要找儿媳妇吗 你找了吗 找了 回来就找了 回来就是安排 就是相亲啊 包括各方面 我就找对象了 就是咱答应他了 咱得干呀 是吧 25岁回来没两个月 就认识了我现在对象 然后到了26岁 因为他老催我 那时候给他介绍 老多朋友给他介绍 他让他相信他不去 我爸老觉得我 辣下 就是说找不到对象 就老安排这个 安排那个相亲 又一回来 我那个朋友圈 天天诈评 就是给我相亲 天天有人介绍 你刚退伍回来的时候 你在家干什么呀 去一个保险公司 工作了半年 那时候你父亲干什么 也是做生意 他一直都干这个 我们家一直做轴承的生意 你真正看到爸爸 天天在忙碌的时候 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觉得 这种生活吧 很忙很累 还有 像我们家吧 就是 一般 给单位送货 都需要电资 就是拿着 现钱 进货 现钱 然后这些货 再给人家单位送账 要需要过年 有时候一年 可能都结不到账 其实我才明白 我以前 自己要生活费啊 爸爸给我打那么多啊 包括什么呢 其实家里生活 还是蛮拮据的 所以爸爸在谈生意的时候 应该也很辛苦吧 也很辛苦 是不是也得出去应酬 在我印象中 是天天喝酒 喝醉了 回来爱得吐 难受 就老觉得 我曾经在我们家大门大门上 给他贴了一个 老爸 少喝点酒吧 再喝 家都快散了 你那时候会对他有意见吗 还有意见 就是我自己到现在 我都很少喝酒 为什么 就是我不喜欢这种状态 不喜欢这种状态 除了这样的印象 他还给你什么样的印象吗 我觉得爸爸可能 也没那么伟岸 就我们一块生活啊 就觉得老爸 有的时候也害怕 他自己 他自己单独在家的时候吧 他会把所有的屋里灯 都打开 听说 然后他在朋友圈每天秀 我今天吃什么了 我明天吃什么了 过年我们家在一块 他不敢点杯冒 在害怕 就是我想 哎 你看 我这个等比较有 就是你越来越了解的 其实是一个父亲 真实的状态了 对 我以前觉得高高在上的时候 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样子 就 越接近越发现 对 我就说还不如我呢 点崩泡你在害怕 他也是一个在撑着的人 对 爸爸也是很强势 我那时候去去参加我们 电视台的一个节目 然后我老爸也是 比如说天天陪着我 叫我是大明星 我说大家看过没有 一开始跟他报名 他不去 他看不上 他说里边全是老头老带的 第一场海选的时候 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在一个桌子上 就是一吃饭 今天大明星来东营海选了 马达你得去试试 我说我不愿去 那时候觉得吧 就是这个频道面对中老年呢 大家就是觉得不大适合我吧 你这还挑肥减兽呢 你觉得你年轻时尚是吧 你瞧不上这节目 对对对 我一开始是这样的 然后当我爸非得让我去的时候 我就硬头皮我就去了 到那以后人导演也挺相忠我 然后参加比赛 我第一场比赛录完了以后 就这么通过了 第二场比赛呢 也就那么通过了 我那个时候有所改变的 就是说出门 大家开始 有人冒达上大明星了 就是有人认识你 我那时候觉得 原来关注度很高 然后呢 我爸就非得愿意让我去 他觉得这是一条出路 对啊 你这老爸没看错呀 这节目影响力大 你这出去都有人认识了 所以你爸爸一定会帮着你 这个很宣传吧 嗯 到哪儿都得跟人说 这个儿子参加啥节目 我那个 基本上每次去紧南路节目 前期他全都跟着 从初赛 复赛 决赛 那个时候每一场比赛他都跟 因为那时候比赛也不会发钱嘛 也没有钱 然后一般都是 就是自己 自己要掏钱 自己要掏钱 嗯 去付这个路费啊 乱七八糟的 然后去比赛 你这天天陪着孩子参加比赛 您的奶奶不干了 那当时现在 那个年代 那我都陪着 不放心啊 感觉就是 就是不放心 您那生意怎么着呢 生意 他妈在家 照理了 主打的是一个陪伴 对 辛苦嘛 那个过程 挺新的 我还得开车 你还给他当司机 对 有的时候我一录节目挺累的 然后 都说还得背歌词 是吧 很难 然后 我爸就带着我 开车 带着我 你这么累 老参加节目 你挣钱吗 就是当我真正 呃 参加完节目 有一场演出的时候 我在一个大型的广场里 我们有休息室嘛 当我休息室 从那时候 没感觉自己 有 就是小火了 然后从休息室一出来以后 有 就是很多人找你合影 我都没法逛 然后我就抓紧身 回头回去了 演完出以后 这个 把演回头 回头这个 人主办方 给了我1500块钱 那是第一场演出费 哎 我觉得哎 你唱了几首歌 两首歌 两首歌给1500 还有人找你签名拍照的 很开心了 那个时候 因为以前咱 没挣过这个钱 而且咱上台 就待了几分钟 念下台 我觉得我 我比我老爸强多了 是不是这样 哦 就是自己 有点小骄傲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哎 这个钱还是蛮好挣的 你看自己有名气了 就就能挣钱了 很开心 那时候会不会觉得 未来前途广阔 哎 对就觉得我以后看演出 你最起码我不用 再去上班啊 或者是再不用跟他要钱了 是吧 你看你 你的工作需要 经常垫钱到年底 再给平常过的也很拮据 嗯 我这个都是现钱啊 人家还得求着我呢 是不是啊 人家走到哪儿还得 就是 我还得排档期呢 我看我这有没有时间 有没有冲突的 是吧 哎对 就有时候你到哪儿 人家也得高绝眼营呢 到哪儿去接咱 也很开心 给我干的这儿好像都不一样啊 这么反着 我这是求人 你老求人 对啊 老是请那别人吃饭 他让我这儿 能请他吃饭 那我能问老李 你那时候什么心情 这孩子这么风光 是吧 那时候感觉挺自豪 你在东营那地方 一说儿子 孩子都知道 开始支持了 不像当初说 拉个二胡 学个艺术 那哪是正800个工作呢 对对对对 在山东 在东营都认识他 你这不是自己挺好吗 参加节目 是吧 这么火 又有人找你 请你演出 又出名了 你怎么就开始又组合了呢 就是自己喜欢嘛 我那个时候我真的 我可能比较单纯嘛 然后就是觉得我就玩 又开心 怎么开心怎么行 就是还没有从那个玩的过程当中 过度过来 我几个朋友在锦南组了个乐队 大家在路边唱歌 哎我就特别喜欢 就是被人围着的这种感觉 我就说 我说我也去 哪都是舞台 是吧 唱完以后路边唱也是唱 是不是 咱吸引了很多粉丝 那个时候从 就18年嘛 赶上18年 那个时候 互联网一下子 就是很多路演的团队 我们是锦南比较早的一支 当时在路边唱歌 我们从开始到满月 已经特别多人了 就是大约 他有几千观众吧 就在现场看我们 我们满月的时候 会给我们订蛋糕 开始做这个仪式 等我们成团一周年的时候 人山人海有很多 从重庆上海 内蒙国 广西 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到济南 我们那个就是路演旁边 那个宾馆都住满了 专门为了看我们演出的人 就是我们当时也没有钱 没有什么钱给粉丝回馈什么礼物 粉丝们都自发的 就是自己订一些应援的灯牌啊 就非常非常开心 那个时候就是命运的齿龙 开始转动吧 咱也长粉丝了 那时候也有一些商家 愿意找我们去演出了 一场演出 那时候可比之前多了 比你自己一个人唱歌要贵了 是吧 以前自己演出 才几千块 就是说一个团队出去 包括有很多粉丝了 找我们的时候 就是两三万了 那个演出费 您看看 从儿子单打独斗 到现在有一个小团队了 这叫并肩作战 有兄弟 您这担心什么呢 最后没弄一块吗 您那个时候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是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做完善 让孩子一路唱歌 一直唱到老 还是说其实你也有别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是啥呢 是希望他回来教我这个摊 其实他干这个也行 你走的 你跟小虎队似的唱得多好 越走越演越走 我也支持 他那时候出名了 我也不大管他了 所以父亲跟你说过吗 他希望你能够回去接他那摊 他跟我说过 但是我真的是不愿意干 因为我自由惯了 然后包括我爸爸这个行业吧 可能一是需要垫钱 然后二呢 希望经常跟朋友一块应酬喝酒啊 我觉得我自己来不了 就是我觉得不自在 你觉得不是你 尤其是你曾经也见过老爸 因为这种应酬 回来喝大酒 每天都喝醉 所以你是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场景 我也接受过 就是跟他去过 因为我不抽烟啊 我不抽烟 然后我爸带我去的时候 咱是小辈啊 咱得给这个叔叔们钻茶倒水 我基本上吃不了几口 然后再加上这个 高兴的时候 还得你得给人唱两段 真的 我得给别人表演个节目 然后莫达 这学生应该来一个 哎 我这对这种感觉我特别不舒服 然后再加上整个过程当中 一六再吸一二手演 太难受了 回家我跟他说 我说爸我 我真不想去 嗯 所以你愿意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对 那后来呢 嗯 你们这个团队发展的怎么样 嗯 一开始还蛮好的嘛 然后后来演出 挣钱 其实倒不是因为这个钱怎么样 因为我一下子从这个 呃 几万粉丝 一下涨到 呃五六十万粉丝了 就是有粉丝了 但是他们都没有 那我当时我觉得吧 我要照顾一下 这个几个朋友的心情 嗯 呃 团队直播呢 我爸那意思跟我打电话 说你要用自己号直播 我说不行 我说我们是团队 对我那时候说的 他一晚上长三十多万粉丝 我说你用自己这号直播多好 其实现在想想 老爸那意思就是你火了 整个团队也火了 对 因为你自己带动了整个团队的这个 这个教义是不是 嗯 那我就不我不行了吧 咱得 有个集体思想 这叫什么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嗯 我是这么想的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嗯 那另外呢 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呃我们当中 就是几个组合之外 有一个人他帮我们找的地方 他帮我们找的地方呢 他就 偷偷的把我们这个名字 他给注册掉了 对他一看他们唱火了 他偷偷就注册了 说他让他们签约嘛 如果是不签约 就是就是你这个名你就不允许用了 哦 你就不能再用这个名 人家注册了 对 我我们当时我就想呢 我说咱就跟他决裂了 咱就不理他了 嗯 咱自己出来单干 咱这个齐个名 还咱还是 咱几个是吧 嗯 但是他们可能不这么想 就是这个组合当中 你没有签约 所以你被踢出来了 应该是吧 具体他们签没签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他们两个跟着他去演出去了 然后没有我 你那时候什么心情 说实话很失落很难受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有没有想到过 那时候老爸曾经让你们把 这些东西都梳理清楚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这个账不仅仅涉及到的是钱 感情我那时候觉得 老爸说的是对的 所以你这个组合算是解散了 解散了 那你怎么着 还继续留在济南 打拼还是怎么样 没有 那个时候解散了以后 我在济南待了一段时间 我就回家了 那个时候其实 从济南回去收拾行李 回家的时候 还蛮失落的 一腔热血过去了 然后紧接呢 就是那年就疫情了 然后我就 没再去济南 那你回去干什么了 也是做短视频嘛 就是拍一拍自己唱歌啊 做直播啊 然后接一些 我们本地的一些探店 去做这样的工作 那你再一次回到家乡 有没有好好考虑过自己的未来 我觉得吧 其实我们东营虽然是做小城市 我觉得小城市有小城市的发展 再加上呢 爸妈岁数也大了 然后呢 我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在东营 我就选择在这扎根吧 留下来 在这干个工作 有很多喜欢唱歌的小孩也愿意找我 我就在这给他们陪陪训唱唱歌 也挺好 但其实这一次回家 因为你们分道扬镳了 所以你再一次见到父亲 跟父亲共同来生活的时候 你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用爸妈妈说的句话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我所经历的事情 肯定比你经历要多 我认识 我经历社会上这些关系 我所见的这些事 你都没经历过 所以说我把自己经验分享给你的时候 我又不会害你 是不是 因为这个事你跟老爸又交流过吗 也没有说正儿八经的 跟爸爸说说 原来他的理解是对的 没有因为这个事说过 你们俩之间会交流一些什么呢 他年轻时候创业的故事 包括他现在自己生意上的一些事情 我都觉得从当中吸取教训吧 但是你这一次回家 应该算是在外面磕碰了 受错了 受伤了 你再次回来的时候 你跟你老爸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相处吗 我回来以后 我就觉得吧 平常跟爸爸一块儿 帮帮忙 我做我的 再加上我回来以后 利用自己本城的 在这个同城的影响力嘛 然后我就开了一家小火锅店 嗯 老爸那个时候也是很 最终你发现 始终在支持你的都是老爸 最终能够让你踏实的过上 安定的幸福的日子 也都是在老爸的这种帮助之下 对 就是还是感谢老爸 嗯 好了 不知道听了我们今天的故事 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两位好 其实这个故事啊 让我感觉 真的老爸挺不容易的 但是 您的孩子被您保护的太好了 老李你有一句话 我觉得其实没给儿子分析到点上 你儿子乐队为什么拆伙 刚才小冒达说 是因为爸爸说我太赤诚 不能仅以赤诚待任 你错了 你儿子拆伙 这个拆伙不是因为他赤诚 是因为他只有赤诚 这一起出来做乐队 如果不是说唱唱跳跳 玩玩乐乐 那是要用这个来讨生活的 但是对于冒达来说 这是他的梦想 他的爱好 他的快乐 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是吗 不一定都是吧 我不是说冒达他没有吃过苦 但是他所有吃的苦的背后 都有退路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 没能真正的去沉下来 在生活当中去 退去自己所谓的骄傲 我们都能理解 我们也很尊重 但是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李先生 你要想让你儿子 未来的人生 能够踏踏实实的幸福 那你就得真的 让他自己去摔打 自己去吃方便面 自己去面对盈亏 你也得学会放手 虽然这个很难 但是我想这个 对于冒达来说 可能更重要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老师 两位好 先解答冒答的一个疑问 说为什么爸爸总是 我说什么他都反对我 因为爸爸太想保护你了 怕你去唱歌 因为怕你飘着 怕你生活不踏实 怕你开小火锅店 因为怕你辛苦 曾经一个什么都敢做的 在你面前 特别强大的一个父亲 其实在你面前 特别胆小 很害怕 他很害怕 他保护不了你 我觉得老李啊 他这次的那个乐队 丧火这事太好了 你终于鞭长磨叽 你终于保护不到他了 你就得让他摔跟斗 你就得让他自己 尝遍你曾经走过的路 多辛苦啊 无论冒答你今后 选择什么样的职业 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在做 其实爸爸身上的很多的东西 你记住了就好 做一个平凡 但是懂得去好好爱家人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我觉得这就是你爸爸 教会给你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希望你们都能很幸福 也希望你身体都很健康 谢谢你们来 谢谢 中国父子的关系 从来就是PK的关系 父亲永远会输 比如我面对我的儿子 我的使命就让他超过我 你知道这多痛苦 都是爷们啊 山东大汉啊 看着另外一个男人 心甘情愿让他超过自己 让他活得好 但我们得学会 读懂另外一个东西 如果从社会 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说 父亲输给儿子 是因为儿子年轻 生理决定的 那儿子长大了 有家了 也浮华过 虚荣过 回过 回头了 知道读懂生活的真谛了 就会读懂一样东西 他为什么说 因为他爱你 没有别的理由 父亲的失败 决定性因素 才因为他爱这儿子 挺好的 活着活着活明白了 其实我蛮想让你唱首歌的 你越不想我 越有这样的冲动 我让你爹 在这么多人关注下 感到有这么一个儿子 感到骄傲 谢谢你们 到来 时间交给你们 来 谢谢你来了 老爸 以前 老觉得你 管我太多 老觉得你很强势 现在想想 那个时候 很不懂事 当回到东营的时候 我们一起创业 一起工作 吃饭 这些日子 一点点过来 我才真正的了解你 真正的明白你 对我的良苦用心 以后我也希望 老爸 你多休息休息 以后家里的担子 由我来 有你这句话 我就行了 就放心了 有多久没有跟父亲拥抱过了 哎呦 这真的是 基本上没有过 哈哈 来 今天冒达也给父亲 准备了一份礼物 是吧 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是一个茶杯 希望你以后少喝酒 多喝茶 对身体好 好好好 以后回去把酒见了 真的吗 老爸您就在当着这么多观众 您就说回去要把酒见了 这事能行吗 以后这个画面 我得给你截下来 接下来 没事就放家庭裙里边 你再喝就放里边 嗯 但是我们知道冒达啊 一直是一个爱唱歌 而且唱歌 很好听的小伙子 是吧 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当着我们这么多的观众 是不是用一首歌来可以表达一下 对父亲的爱 其实爸特别喜欢唱 第一次就是去KTV也是听爸爸唱歌的 然后所以说 看不出来呀李大哥 深藏不露啊 那这样吧 父子俩一起吧 一起给我们带来一首歌 好吗 谢谢 我真的从小听他唱的第一首歌 就是那个叫流浪歌 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流浪歌 流浪的交互送遍天涯 想要和看本期节目 参与留言互动 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看着雪花 把我的泪吹下 把我的泪吹下